再來這真的是 處理台 花蓮這隻金鋼鋼菇有夠聰 嘴巴要排出人來吃牙籽水 不過這裡也不怪啦 說這種的鋼菇 最多是五歲的小孩的弟兄 天氣這麼年落 有很多動物也會找地方去納涼 那是有人吃的有水無降溫 甚至吹冷氣 不過有一個動物一切好主寄 來看這隻有無色水 吃牙脈的鋼菇 真的是有夠聰 一旦就管理人員無注意 竟然選對牙籍柱頂 動作吃牛肉 將牙齒把一口來喝裡面 牙齒水一嘴一嘴 金鋼有很多特色 他除不力氣大之外 他很聽人的話 他因為他智商很高 他壽命也很長 其實鋼菇真的有夠聰明 像人家說最聰明的火酒鋪熄的鋼菇 他的弟兄頂位是五歲的小孩 來看他有多醋味 這隻可愛的鋼菇 鋼菇會看電視鏡 看得是有夠聰明 不然會做會感動 他也會做會流眼睛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是他們又發揮他無法的才華 不過如果是想要試一次來做伴 一定要多一些愛心 像耐心 要不然他們這麼聰明 真的會傷心有嘴啦